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但结合广告投放经验考虑一下,其实这项变化不一定是坏事,特别是考虑到Google推出的取代平均排名的新指标。 在指导广告优化的参考指标方面,新的页手Top和绝对页手AbsoluteTop指标可以比平均排名更具指导意义。 下面来解释一下,取代平均排名的新指标。 首先,一下是Google已经推出的新指标。 官方说这些指标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广告的效果。 它们已经存在好长一段时间,但9月尾会正式替代平均排名指标。 用于了解广告,在展示于页手或绝对页手时的频率指标,关于广告位置的指标。 页手展示次数百分比,Emper,Top,百分号,指广告在自然搜索结果上方任意位置,进行展示的次数,所占百分比。 搜索网络页手展示率,等于页手展示次数,展示次数。 页手展示次数百分比,Emper,Apps,Top,百分号,是指广告在自然搜索结果上方,作为首条广告,进行展示的次数,所占百分比。 搜索网络,绝对页手展示率,等于,绝对页手展示次数,展示次数。 用于了解,获得更多展示机会的指标。 在搜索网络中,获得的绝对页手,展示次数份额,SearchApps,Top,iF,指示机获得的绝对页手自然搜索结果,上方的首条广告展示次数,除以有资格获得的,估算,页手展示次数。 所得到的百分比,绝对页手展示次数,份额,等于,绝对页手展示次数有资格获得的,页手展示次数。 在搜索网络中,获得的页手,展示次数份额,SearchTop,iF,指示机获得的,页手,自然搜索结果,上方的,任意位置展示次数,除以有资格获得的估算,页手展示次数,所得到的百分比。 页手展示次数,份额,等于,页手展示次数有资格获得的,页手展示次数。 页手和绝对页手,是什么意思? 这两个术语,指的是,SCRP上的位置。 页手是指出现在自然结果上方的,所有广告。 绝对页手是指,第一个广告,即排名第一的广告。 优化时,要注意的指标。 一旦你发现自己,失去了页手展示份额,以下指标,就有助于指导我们,如何优化。 Google向我们提供预算和排名,在页手或绝对页手丢失,展示份额的问题。 在搜索网络中,依预算而错失的绝对页手,展示次数份额预算。 Search Loss Absolute Top Impression Share Budget,用于估算广告依预算不足,而未能在自然搜索结果上方,作为首条广告,进行展示的频率。 在搜索网络中,依预算而错失的页手,展示次数份额预算。 Search Loss Top Impression Share Budget,用于估算广告依预算不足,而未能在自然搜索结果上方,任意位置,进行展示的频率。 在搜索网络中,依预算广告评级排名而错失的绝对页手展示次数份额排名。 Search Loss Absolute Top Impression Share,Rank,用于估算广告,依预算评级较低,而未能在自然搜索结果上方,作为首条广告,进行展示的频率。 在搜索网络中,依预算广告评级排名而错失的,页手,展示次数份额排名,Search Loss Absolute Impression Share,Rank,可以估算广告,因广告评级较低,而未能在自然搜索结果上方,任意位置展示的频率。 下面说说为何新指标会更具指导意义。 为什么平均排名是一个不太友好的指标? 平均排名是搜索广告中的一个基本指标,它可能会包含在经理账户以及许多报告中。 因为虽然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指标,但它也很容易导致混乱。 以下是三种情况。 其中平均排名的劣势,以及我们如何使用新指标做出更好的决策。 场景,一,只有符合相关性门槛的广告才能显示在顶部。 例子A,排名D,4,位在自然结果的上方的最后一个广告。 例子B,排名D,4,位在自然结果下方的第一个广告。 假设自然结果上方有三个广告。 两个广告例子的报表里都显示平均排名4.0。 但是,对于第一个例子而言, 这意味着广告展示在自然结果之上。 而对于另一个,这意味着展示在自然结果底下。 平均排名数字虽然相同,但显然第一个广告比第二个好。 这是因为并非所有搜索结果、页面、SERP都在同一个地方展示广告。 显示的广告数量以及网页上的相应位置取决于这些广告是否符合相关性和广告评级。 不仅仅是广告自身的因素,也和搜索有关。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的搜索词或搜索意图的商业性质较低, 那么你会看到的广告数量会少于你用商业性质高的搜索词时看到的广告数量。 例如,使用隐身浏览器并搜索宠物床, PetBet可能是商业广告,和购买宠物床, ByPetBet绝对是商业广告,并查看有多少广告, 以及它们在页面上的什么位置。 如果搜索词被判断可能是商业广告, 并且广告有资格展示, 那么页首广告的相关性门槛就会发挥作用。 如果广告未达到相关性或质量门槛, 机关会在搜索结果页面上显示, 但可能无法展示在自然结果上方。 因为Google希望向用户显示最有用的结果, 如果广告看起来不相关, 则可能会将其降级到页面底部。 新指标如何解决这种情况? 借助新的Impression Top指标,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广告是否能满足展示在页首的门槛。 在上面提到的两个例子A、B中, 广告A位于第4, 未并显示在页面顶部, 那广告没多大问题, 但具有相同位置4的另一个广告B, 尽管排名第4, 但它没有展示在页首。 这种情况的Impression Top指数通常会比较低。 因此你知道, 需要继续提高广告的质量得分。 场景2, 平均排名令我们产生错觉。 平均排名通常被认为是表示广告在SERP上占据的实际位置的指标,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相反, 平均排名也表示广告相对于其他广告的位置。 为了说明差异, 考虑平均排名为2的广告可能被发现位于结果页面的底部, 因为它确实是整个页面的第二个广告假设页首只有一个广告。 在这两个不同的例子中, Joybird的广告, 第一张图与第二张图片中的广告平均排名都是2。 再举个例子, 三个广告的平均排名为3.0。 但是, 在帮助理解可以优化的内容方面, 平均值实际上毫无用处。 以下是广告展示的位置, 所有都有相同的平均值, 但它是通过不同的展示位置计算出来的。 广告, 1, 第一次展示位置, 1, 加, 第二次展示, 4, 加, 第三次展示, 4平均排名, 3, 广告, 2, 第一次展示位置, 2, 加, 第二次展示, 3, 加, 第三次展示, 4平均排名, 3, 广告, 3, 第一次展示位置, 1, 加, 第二次展示, 5, 加, 第三次展示, 没有显示平均排名也是, 3, 如果这些, 我们能了解平均排名是通过具体什么位置而计算的, 我们可以做出更好的优化, 它们多久出现在页面顶部, 它们多久出现一次绝对页首, 这些数据都无法得知, 新指标如何解决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有没有成本更低, 更快速度完成Google排名推广的办法呢? 答案是有的, 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 在同等常委词条件下, 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 有很多朋友会说, 拍视频的成本太高, 海量生成不现实, 所以, 今天推荐一款Seal神器给大家, Cat Video, 采用AI引擎, 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 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 帮你捕获精准客户。